政府的開放平臺 你在Google上面搜尋開放資料 這個就會找到 目前的話 這個裡面的全部資料集 總共太多了 我記得好像至少有大概六七萬 一定不等 它分成很多類別 其中你可以往下捲動 這邊有檔案類型 目前CSV這一類的話 大概就有幾萬 總共就有四萬多種 也就是說你要練習 所以如果假設你真的找不到資料練習的話 這邊有太多的資料可以讓你練習 其中我是找到有一個 就是叫什麼 外匯的這一個 這個我覺得還蠻好的 這個要我們看一下 這個資料 就是這個網址 每日外匯的這個匯率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直接下載 你就直接點這個CSV有沒有 直接下載 但問題來了 可是如果每次我都人工方式 點下去下載 很不方便 我要再把它打開 那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我不要點 我直接寫個程式 直接就幫我匯到Excel就好 這樣該多好 所以如果你要直接把它匯到Excel裡面的話 幾個方法 當然如果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要不就用錄製了 要不就用錄製了 要錄的話 就是說我有個範本 你直接拿那個範本來改一改 也是個方案 那怎麼改 或者是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在下載這個資料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做一個簡單的爬蟲 所以其實這個爬蟲 還蠻重要 你說老師 沒辦法我自己慢慢下載 可是你一個下載 OK啦 可是如果說匯率資料 假設有10個 20個 甚至百個 千個 萬個的話 那怎麼辦 每次點一下下載 每天今天下載 每天又下載 所以沒完沒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直接 用程式直接幫你下載 到Excel 然後呢 後續你就比較好處理 另外的話 其實因應AI的部分 AI我覺得有個重點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訓練AI的模型的話 一定要有Data 那這個Data從哪邊來 還是要划蟲 所以你說ChartGVD 為什麼這麼厲害 它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資料 這麼多資料可以去訓練它 怎麼來的 我發現其實應該很多東西來自於網路 網路資料訓練它 餵給它 然後讓它判斷說 以後人家問什麼問題 他先切好字 再去找到這個網路上的資料回答 因為我看很多好像都是來自於網路 只是說它沒有標明說 這個是來自於哪個網頁 OK 所以喔 顯然就不能用什麼 用人工的方式 不然的話 怎麼叫AI OK 所以如果你要用非人工的方式的話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開放平台上面 有幾個重點 我們不要點這個 這個不要點 你就點哪裡 檢視資料 檢視資料裡面呢 其實就有相關的訊息 可以提供給我們 幫助讓我們去下載它 哪個 第一個 兩個重要 應該算是幾個 第一個 下載的網址這邊 可能要記一下 下載網址是這一串 有沒有 將來你可以把它複製 貼到程式裡面 這樣它就知道 我的檔案在哪邊 OK 那其實喔 這個跟指導自己的電腦有什麼不一樣 差別就是一個在那個主機的那個位置上面 那我們是下載完之後 在我們電腦裡面 差別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編碼格式 這邊的話是Big5 所以Big5的話 它的編號 Big5就是950 950 OK 那之後的話 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個編碼格式 大概會看到兩種 一種是Big5 一種是叫UTF8 OK 另外一種 UTF1-8 那這個編號 對應的編號 可能要稍微記 這個叫65001 目前我們看到是Big5 所以你大概記一下 950 你說老師會不會有別的編碼 有啦 可是目前應該比較難遇到 因為除非你有簡體的 簡體又有簡體的編碼 OK 那目前大概記這兩種大概夠了 那比如說第一個 我要把它下載這個資料 那如何下載 第一個我把網址複製一下 OK 複製一下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相關訊息 比如說這個資料有幾個欄位 總共有9個欄位 這邊上面有 還有什麼 他的資料量 還有什麼時候更新等等 OK 那我們這些其他 大概不是那麼重要 我們就先不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要下載它的話 那我們可以開一個 也許你另外開一個空白活頁簿吧 然後呢 我們從這邊開始 首先當然 在Excel裡面會提供一些功能 比如說從Web 你也可以從Web裡面去下載 我們要的資料 不過現在有個比較大的問題 不同的Excel版本 提供的從Web的功能 又不太一樣 像我現在用的應該是2019的 你們可能不見得又 所以可能看到結果 跟我不太一樣 所以為了避免說 我錄下來結果跟你們不一樣 乾脆這樣好了 我先取消 我已經提供給各位一個範本 你們只需要在雲磚白板上面 找到奇交所 剛剛這個外幣匯率歷史這個 裡面呢會有個簡單的範本 範本如下 有沒有看到 那請你把範本如下 的Sub跟EndSub這一段程式碼 Ctrl撕一下 接下來請你貼到你們的 空白的火業部的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裡面 把這一段程式碼貼到Visual Basic裡面 怎麼貼喔 你還記得吧 先在Visual Basic裡面按右鍵 插入模組 第一個一定要模組 第二個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的話 反正你要寫程式之間 一定要先有模組 然後把程式把它寫上去 或者貼上去 跟具體錄製不一樣 具體會自動幫你插入一個模組 自動增加一個Sub 你不用做 OK 如果你自己要寫程式的話 一定要一個模組 然後一個Sub 接下來的話 這個Sub裡面請你填入 主要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網址在哪裡 請你把剛剛這個網址 我們每日外幣參考匯率裡面的檢視資料 這邊有個叫資料下載網址 請你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就對了 OK 然後請你貼到哪裡呢 貼到程式裡面的那個什麼 TEST的後面分號 分號跟雙尼號中間 請你把它貼上 OK 好貼在這裡 記得喔 不要貼錯了 貼錯了就完蛋了 OK 請大家Check一下 記得在分號的後面 雙尼號的前面 OK 把它貼上 記得分號後面 貼這個網址 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的話呢 請你給它編碼方式 那我剛剛講過 BIG5的話是950 所以請你在這個什麼 TEST FILE的那個PATFORM 有沒有 等號後面呢 請你填上950就可以了 OK 好 這樣子 其實就已經完成 我要下載的動作了 950 把這邊把它填950 好 完成 不要寫錯 OK 另外可能貼的時候 如果這邊中間有加空白 記得喔 我們常常有加空白 不行啦 不要空白 分號後面不能有任何的空白 OK 如果有空白你可以把它刪掉 好 程式寫完之後來 OK之後啦 那你會發現呢 我如果要執行它 一樣 這邊 按上面這邊有一個執行 有沒有 按下去 你會發現喔 欸 這個時候呢 它就 幫我把這個網址裡面的資料 幫我填到這邊來 看到結果 OK 這樣 那如果說有發言問題啊 大部分就這樣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多空白 好像同學之前這樣 那你會看錯會出來哪裡 喔 錯在這個1004真錯 這一行錯 為什麼 因為這個網址多這個空白 我發現好像之前同學蠻常遇到的 貼的時候多貼一個空白 所以如果你發生錯誤 可能檢查一下網址 OK 不要空白 好 如果改完之後你把它停止 再弄一下應該OK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如果你遇到那個錯誤的話 可能要檢查一下上面的那個網址 是否有貼錯 OK 第二個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就是 那個 Test file 這個什麼 Test phone 這邊的這個後面的參數 我剛剛是給950 我講過 如果你給錯 65001 會怎麼樣 直行看看 會不會跑 會跑 但是得到的結果怎麼樣 欸 你說老師為什麼上面是奇怪的這個符號 哦 編碼選錯了 因為 他給我們的是 BIG5 的編碼方式 結果你給他的是什麼 UTF8的對應方式 所以對應的位置就錯了 OK 那你可能會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有BIG5跟UTF8的差異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用的那個Windows 微軟公司 他用BIG5 那Google還有其他公司 用UTF8 OK 所以兩邊就不一樣的編碼 所以會造成浪碼的問題 應該知道意思吧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他們不講好 互相統一一下 對不對 這個道理很簡單 這個跟政治有點關係 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不講好每天吵架 對不對 一樣道理嘛 因為他們是 銀利公司 銀利事業 軟體公司 而且 Google跟微軟 又是兩個死對頭 對不對 而且他們好像這個 營業額 還有他們的市值 都在伯仲之間 好像排第三、第四 或者第二、第三 所以誰要聽誰的 Google說 你看我是全世界最大的 Windows作業系統 你看80%的作業系統 都我加的 Office 90%以上 也都我加的 那應該聽我的吧 OK 所以沒目中一試 誰聽 所以 像那個股價本來Google領先 就最近因為微軟 Trust GVD 關係 微軟又往上了 最近那個什麼 你看那個黃仁勳 NVIDIA 來台灣旋風一下 哇 你看他市值又翻倍了 所以其實他只是加了那個什麼 AI的相關概念 馬上就翻了 好 所以記得 你那個編碼方式 記得改950 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好 那你說這個東西 能夠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其實很多 只要是那個CSV的那個網址 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像比如說 這邊其實還蠻多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CS 比如說你們假設要試的話 可以從政府開放資料裡面的 這個全部資料集 然後你也可以再找到 然後這邊底下一堆 你有興趣的都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這邊有個CSV 假設檔案格式是CSV的 那你說CSV哪些比較重要 我不知道 你可以搜尋關鍵字 或者你實在是不知道哪關鍵字的話 像我的習慣是直接找什麼 排序 那找什麼呢 哪個東西是大家最有興趣的 那瀏覽次數幫我從多的到少的 幫我排序一下 那我看一下哪個資料大家最有興趣 宜蘭停車 對宜蘭很難停車 而且喔 停進去價錢都不知道 反正進去出來的時候 哇 原來這麼貴 還是要付啊 OK 不知道 然後還有台電 現在大家用電好像都很害怕 尤其夏季喔 到底會不會缺電 有沒有可能缺電 大家都很害怕 因為之前常常跳電 可是為什麼會缺電呢 各位不知道 其實應該是台積電的關係 所以之前有個桃園的市議員說 解決缺電問題很簡單 把台積電關掉 就不缺電 真的 你找一下自己 蛤 這個邏輯也沒錯啊 因為台積電用很多電啊 對不對 OK 但是問題他很賺錢 但問題他賺錢等於大家賺錢嗎 不等於吧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園區 有些朋友喔 年收入都五百萬以上啊 可是你說每個人都 園區很多半導體業都五百萬以上 很多 但是其他人不會因為受賄了 為什麼 因為那些工程師賺了錢之後 並不會拿來消費 拿去幹嘛 拿去買房子 所以竹北市整個炒高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有錢 沒地方 他們也不亂花 就買房子 所以你說對於GDP有貢獻 雖然我們超過韓國跟日本 但是其他人還是很窮啊 除非你的行業別 跟半導體業有關的話 那真的是有受賄 每個人都肥滋滋的 真羨慕喔 但問題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厲害 那其實啊 民生用電佔不到兩成 所以你說叫全部人都那麼省 其實沒有辦法省到 因為工業用電60%以上 所以其實也就是說 主要應該是工業用電的問題 大家其實說真的 應該是這樣 因為台灣的用電力 實在全世界算便宜到不行的 但問題這個是因為政府股貼嘛 那可是問題政府補貼 但是工業大戶他們用很便宜的電 所以才賺到很多的外匯 可是他們去受賄 那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比較合理是 你賺到錢 你應該拿錢出來 你去蓋電廠算了嘛 你用電 就像你們 你需要你自己花錢就好 當然這不能講 而且怕我講 剛才我錄 應該把它暫停才對 那我這樣講 叫做那位直接幫我 OK 因為這個 算了 反正這也是事實啊 我不怕 為什麼 因為我直接去撈這個開放資料 我分析過了 我覺得問題應該不是出在民生用 你家在省便也沒有影響 OK 所以最近要漲價 漲價合理 而且民生 這個其實可以討論的 我覺得 OK 而且 未來台積電用電值會變多 會變少 因為它從5奈米進展到3奈米、2奈米 用電更兇 因為它光雕機 光雕機只要打開 哇 它不得了 OK 用電更兇 所以這個都是無解 除非說它不要再 會不會往上提升它的製程 可是不可能 因為後面有很多的追賓 像三星就是 基於你那一塊 OK 其他的話 有像這個 中央政府負債表 盤後個股這邊都有 所以假設你有買股票 你想要抓這個 你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換一個來抓 這邊有檢視資料 其實一樣的道理 兩個原則 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網址 你說老師 那我要換這個 可不可以 很簡單嘛 複製這個 然後把它貼到剛剛的這個範本裡面 貼哪裡 貼分號後面這邊 跟雙引號中間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換一個 改成那個個股 但是呢 我如果編碼方式不改的話 會不會出問題 應該會出問題 為什麼 因為編碼方式是UT8 那UT8 我剛剛講過 應該是65001 對不對 如果沒改的話 會不會有結果是正確的 資金看看 會不會有 照大家看 這是股票 今天的 應該是今天的吧 下載下載有沒有 但問題全部亂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編碼方式不對 所以你這邊改成到 65001就對了 65001 OK 資金看看 好有沒有 資料是正確的 收盤、開盤 全部都有了 收盤價、月平均價 一堆通通都可以把它抓下來 沒問題 所以在那個政府開放平台裡面 有非常多可以練習的 那我想這邊自己再找找看 自己有興趣的相關資料 來做練習 那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把資料爬到ESale裡面 並不需要特別做任何的事情 就可以完成的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像這裡面還有哪一些 各位比較有興趣的 好像金融業的比較多吧 你們可以自己再找找看 金融業的真的是蠻 那你甚至可以按照類別 像這個有一個中央機關 地方機關 或者是類別 等等的 或者是什麼公共資 像這邊有一個是投資理財 有沒有 投資理財好像抓的人蠻多的 就像剛剛這個 上市公司資料 各股的交易資訊等等的 這些都可以 你可以拿來練習 那今天的話 重點我們就擺在剛剛那個 就是我們的其交所的這個資料 所以範本記得是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二頁 裡面這邊就範本如下 你剛剛這個地方 就把它複製貼到哪裡呢 貼到ESale裡面的 記得喔 先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上面 就可以忘了 那注意兩個重點 一個是哪個網址 一個是編碼方式 這樣就抓下來 所以以後遇到CSV有沒有 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提供給你 我的資料在CSV 那他給你一個網址 你乾脆用這個方法 就直接把資料抓下來 沒有問題 第一個 抓資料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 剛剛有提到 其實如果你要抓台電 台電其實這個資料還蠻多的 因為我之前上課也有講到 台電相關的資料 這邊啊 他還有蠻多年的 這邊其實 檢視資料 一個 我看一下 他好像只有提供一個 之前 他好像有減少 之前有提供歷年的 現在好像只有六個月而已 所以他有時候開放的範圍 會不會是因為太多人 他為了要不讓別人知道太多 就把一些資料給拿掉 我之前看到是很詳細的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資料 假設已經把它下載下來 假設已經 這個資料 通通都已經放到 我們把它換回來 改成剛剛那個 950 然後這個網址 如果說我今天 已經把這個匹筆的部分 都已經下載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資料 如果我今天 如果直接看資料 真的還蠻不容易了解說 這兩個月到底是斬破的疊 最好是幫我畫個圖 因為資料圖像化之後 來辨識比較簡單 所以我如果希望 幫我把這個資料 繪製成剛剛看到的 這個所謂的折線圖的話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想要畫一個折線圖 類似像這樣子 那怎麼做 OK 那你說好 這很簡單嘛 不是把那個 A欄跟B欄選起來 可以啦 或者是說 你把A跟B選起來 Ctrl-Suite的向下 選起來 然後插入裡面 有一個折線圖 有沒有 插入建議圖表 旁邊有一個是 折線圖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選擇哪一個 選擇這個叫 什麼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這個選項 點下去 理論上呢 他應該幫我 繪製成應該有的 這個折線圖 可是你說 老是不對耶 這個做出來的圖 怎麼怪怪的 他為什麼沒有幫我 畫成你剛剛顯示的 那樣的一個折線圖呢 為什麼 原因看得出來嗎 有人看 沒有 都跟日期嗎 欸 對 喔 對 果然是 有點 程度蠻好的 跟各位講喔 你看日期 看得懂嗎 2023 5月2號 5月3號 你看得懂沒錯 但是以色列人看不懂 以色列人會把它當什麼 數字 他不把它當 所以橫軸一定要日期 但是你橫軸卻給它的是 數字 所以他會 confused 到底你這個是 你要Y軸 所以他把它當兩個Y軸 你知道嗎 所以底下變成數字 他自動幫你補一個數字列 所以如果假設 你的第一欄假設是日期 他就自動變成X 那如果你的第二欄 假如是數字 他就變成 就是你的那個 就是歪籃的 這個 歪軸的資料 所以怎麼辦 第一個 如果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必須要先把這個資料 變成有斜線的狀態 有沒有 2023斜線 05斜線 02 那怎麼解決比較OK 其實當然解決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把日期當文字看待 可不可以 第二種是把他當日期看待 就是用Date Date行數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哪個比較好理解 其實好像日期比較好理解 其實很簡單 反正你只要 在資料中間有斜線 而且是兩個的話 那Excel就看懂 原來你這是日期 但是沒有斜線他看不懂 他會把它當數字 所以怎麼辦 你說老師呢 我不會寫程式啊 怎麼辦 不過我建議這地方用寫VBA比較簡單 因為VBA執行完 跑個回圈OK了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是在B欄選一下按右鍵 插入一欄 那我們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怎麼辦 把前面的三個字先抓出來 然後再串一個斜線 然後再串05 再一個斜線 然後再02 所以我們可能第一個 插入函數的話 先用LED 文字裡面的LED 有沒有 然後先抓LED 前面前面的幾個字 LED這個之類 裡面的四個字 等於年先抓出來 OK 2023 那第二個 AND一個斜線 AND加一個斜線的文字 所以前後記得要加雙語號 有沒有 OK 2023斜線 然後再AND AND 然後再插入一個什麼 中間 05的話 我們可以用MID 所以再來一個MID 然後一樣這個字 第幾個字 第四、第五 第五個字開始 要幾個字 05的話應該是兩個字 OK 然後就05 按確定 然後在後面的話 再一個AND 再一個斜線 然後再AND 一個RISE 右邊的兩個字 所以插入用RISE OK 你用MID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這邊用RISE 比較簡單 只有RIRISE 然後這個 取尾巴的兩個字 02 OK 按確定 好 打個勾看一下 2023的5月2號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跟各位講 如果這個格式做出來之後 那畫圖就解決了 但問題來了 你要把它貼回去 所以複式 然後把它選擇 記得喔 你不要直接貼上 如果貼上 那會出現參考 為什麼 因為後面是公式 是參考前面 就是把它蓋掉 它一定失效 那怎麼辦 選擇性貼上 有沒有 只有10就好 123這個 或者是 選擇性貼上 這邊123 反正就10就OK了 然後再把這檔給刪掉 OK 好 這樣就完成 那我們來畫圖 向右拉 這兩檔 然後Ctrl-Shift向下 插入這個折線圖 含有資料標誌折線圖 結果就OK了 有沒有看到 它看懂了 有沒有 所以剛剛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看不懂 那個就是日期 但我們看得懂 是 可是它那個050 還是存在嗎 一般日期 不會有那個0502嗎 沒有 它格式裡面其實 日期格式 其實可以MM MM就是Toughly 對 所以其實啦 這個主要是因為 Excel 它只要看到斜線 它就自動把它認為 它就是日期 就對了 OK 當然你在其他環境 不見得是這樣子 OK 就像你剛剛講 如果有0的話 那它當然 會不會把它當成文字來看待 如果我試過 在Python這樣做也OK 所以理論上 這樣子 但比較標準應該還是要用Date函數 Date函數它黏月日給它 那絕對不會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那樣的方式 就是喔 對大家來理解 比較不太容易 蘇紐會比較快 蛤 你說這個用蘇紐來改嗎 嗯 蘇紐可以改 蛤 蘇紐 你說這個 蘇紐講出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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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剖開 然後再串在一起嗎 我告訴你今天剖成日期 剖成日期 看一下 因為我實在沒 不過我想到的方法 比較是那種 可以記起來 所以同學提供一個還蠻好的方法 就是說呢 在 如果剖析的時候記得喔 你一定要先 在原來的那個 儲存 就是你一定要選 你要剖析的儲存格 也是不能選整籃 你一定要從A2 Ctrl-Shift向下 然後再選這個 資料 資料裡面是要剖析 然後給它 就一直下一步 最後的話 改成日期 它就幫你直接變成日期 所以資料剖析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把它轉成日期 這個好像反而更簡單一點點 因為我之前想到的方式 是寫個程式 寫個程式的話 就跑個回圈 然後中間一樣 串斜線 一樣可以啦 好 所以 反正第一步一定要先把它 轉換成標準日期 然後呢 再把它選起來的時候 插入這個折線圖 有沒有 就OK了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做過一遍 那會有個另外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明天假如要重新下載一次資料 那重新下載會怎麼樣 因為我這邊有個sales.clear 剛做完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sales.clear 然後再重新下載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資料日期又歸零了 有沒有 又恢復成沒有斜線狀態 所以怎麼辦 勢必你如果要能夠自動化 你就變成把剛剛那個動作 變成一個程式 然後去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個的下方 有沒有 當它下載完之後 再修正日期 但問題是修正日期怎麼寫 剛剛那個也可以錄製成 所以剛剛那個動作 你也可以錄製成劇期 然後去封叫它 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寫個VBA程式也可以 所以像剛剛這個 是不是我們可以錄一個劇期 所以錄劇期的話 就是一樣 劇期錄製 然後剛剛動作 可能自己彩排一下 那這個劇期的話 也許是什麼 也許叫修正日期劇期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建議你先彩排一下 OK 我已經彩排過了 按確定 1 游標放在A2 2 Ctrl-Ship向下 記得最好是Ctrl-Ship向下 你不要自己用滑鼠拉 因為拉它滋味到25 可是下一次 它可能資料增加 它還是到25 可是如果你是Ctrl-Ship向下 它是向下追蹤的 OK 這個方法比較推薦 然後在資料 資料剖析 然後呢 把它下一步 下一步 最後把它轉成日期 完成 好 那就停止錄製了 然後再到聚集裡面看一下 修正日期聚集編輯一下 看一下這個程式 它其實就是這一段 你可以看到 它主要幫我錄製下來 因為我游標放在A2 所以錄一個叫RangeA2 然後Ctrl-Ship向下 它選到底 可是說真的 這個動作其實就是 現在先不管 關鍵的地方 關鍵的地方就是 資料剖析 在那個什麼 在這個 程式裡面 它有一個名稱 其實就是Test to Columns OK 就知道 其他大概錄下來這樣 最後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我是建議 趕快把它剪下來 然後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剛剛的程式下方好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說 我重新下載之後 自動修正它的話 很簡單 就把剛剛錄製下來的 這個劇集的名稱 放在那個End With的下面 然後前面加一個Call就可以了 Call 呼叫它 OK 也就是說 我資料下載完之後 那請你自動幫我修正一下日期 這樣我看看 你執行一下 這邊中段子也拿掉 OK 執行 好 看一下 有沒有 那再來你就可以畫圖了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畫圖怎麼畫呢 欸 我不會畫欸 那可是你會錄吧 所以跟各位講 待會如果你要畫圖非常簡單 你就把它錄下來就可以了 欸 那錄你說 老師那錄完之後呢 可是我是希望說 我可以把它搬到 這個M1這個的左上角這邊 然後寬大概10南高10列 欸 怎麼做 那我建議喔 坐標 寬跟高 不要錄 為什麼 因為錄下來喔 以後 位置會一直不斷變 所以它會亂跳 那怎麼辦 我是建議喔 你這個地方自己寫就好 那怎麼寫 欸 待會再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修正日期部分 先試試做看 所以後來我們用了一個最簡單方法 就是資料口吸 然後記得把它錄下來 把它再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的那個 匯率下載的這下方這邊就可以 用call 修正日期聚集 試試看喔